如果沒有 UV 就會變成綠色的蓋子 很明顯 遮蓋了陽光後 就變成淺色 變成綠色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現在開始天氣很好 我們會很多時候去行山 行山大家一定要小心 這麼熱 穿不到這麼多衣服 但一定要保護自己的皮膚 不要曬黑 戴帽子之外 也要穿一些防 UV 衣服 我現在身上這件是日本製的 這件很薄的閒衣 主要是用來防 UV 防風和防水 防水是輕微的 不是乳褲 但我穿中馬的 穿出來的尺寸 差不多 可以穿小馬 這件是白色 有黑色的拉鍊 但它防 UV 我要測試給大家看 是否真的防 UV 我拿了這枝很久之前的 這個 UV 測試器 它一有太陽曬 這個蓋子就會變成藍色 現在是否藍色 因為現在很曬 但它是防 UV 物料之後 看看它會變成甚麼顏色 如果沒有 UV 的話 它就會變成綠色的蓋 很明顯 遮蓋陽光後 它已經變成綠色 它真的防到 UV 防到 99% UV 它的尺寸是很適合 而且透氣度是不錯的 雖然它少防水 但它也很透氣 逛生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用來遮蓋自己的皮膚 不要曬傷 其實它有兩種顏色 它會有這款粉紅色 粉紅色很櫻花色 這款粉紅色 我不顯示在身上 但這件外套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可以很容易把它縮起來 放在這個袋子裡 塞滿整件外套的袋子 就變成這麼細份 如果真的摺起來 它很薄 其實是很細份的 如果行山的時候 也很方便攜帶 但它裡面有一個拉鍊 你看 如果進入袋子裡有另一個拉鍊 是可以幫你拉到它 所以 這個設計是用來讓我們收藏一件外套 讓我的拉鍊可以出來 是不明白 好了 這就是行山的法寶 在很熱的時候 我們未上山上好曬 我們就用來將它保護皮膚 除了塞防曬膏之外 穿著這件外套 你看 如果UV紫外線那麼強 那麼藍色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其實是承受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愉快去行山 走在一起 然後他就融化了 就可以掉進去 應該會掉進去